HELLO 大家好 我是肉萊 今天我們要來圖鑑系列啦 因為最近的這個包含新角色還有十週年的一些活動 東西真的太多了啦 所以圖鑑可能就會拍的少一些些 不過今天我想要來講的是 就是要來剛好趁熱度趁流量 因為它是我們難得的新角色圖鑑啦 今天要來介紹的呢就是改造人系列 因為駭客我一直都還沒有抽到 那今天想要來介紹的圖鑑呢 就是我們的暗屬性改造人羅貝塔啦 那我還沒有練到滿等 不過我自己目前對於這隻角色的用法 現階段來講我覺得有沒有滿等影響不大 因為他已經能夠做到我想要他做的事情了 不過待會他的身體素質 我會用滿等的素質來去做一個介紹喔 那六星滿等的話呢 體力9720後段班 攻擊力801中段班偏前方 防禦力527後段班 速度104中段班 是一個典型的攻擊型魔靈 只有攻擊力突出速度普通其他都還好的一隻改造人喔 所以這邊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進入到技能組的環節囉 一技能 剃一下 剃一下造成380%攻擊力的傷害量 並有50%的機率破防兩回合 吃滿技能之後傷害量增加25% 破防機率提高了75% 還算痛的1技能並且附帶有破防 只能說是偶有貢獻吧 畢竟頻段一隻攻擊型角色的強勢或者弱勢 其實主要會是有他的生存能力 攻擊有時候反而是其次 所以傷害不錯 只能說是達到了一隻進攻型角色的基本及格要求而已 再來我們就直接來看到2技能 奪命剪刀腳 攻擊所有敵人造成350%攻擊力的傷害量 並有80%的機率降攻2回合 攻擊完後將會吸收20%低於自身攻擊力的敵人的攻擊條 CD總共4回合 吃滿技能之後傷害量增加25% CD降為3回合 能夠降攻能夠吸攻條的一個技能組 整體上來講我覺得還算不差的一招 雖然傷害量普通 不過因為本身自帶降攻 吸攻條如果接連攻擊的目標是4個的話 基本上可以保證他會比起對方多行動一回合 但只要考慮兩個點 第一個就是攻條不能溢滿 第二個就是除了速度差距不能過大以外 吸攻條還是有機會被抵抗的啦 不過這隻角色的重點一直在於他的3技能 2技能我覺得就算是可以去彌補他的回合差的一個技能組而已 所以我們就很快的直接看到他的3技能 1080 煩惱風 攻擊敵人造成500%攻擊力 以及17%目標最大體力上限的一個百分比傷害量 此外若目標擁有落花效果的時候呢 傷害量會再增加50% CD總共4回合 吃滿技能之後傷害量增加25% CD降為3回合 正是這個3技能讓我找到了他的一個用途 這種打體怕的技能組呢 大家知道最適合哪裡了嗎 沒錯最適合地下城了 尤其是深淵地下城 所以這個角色現階段我給他的定位呢 主要會是往速刷地下城這個方面去想喔 並且因為只要目標有落花效果 傷害會增加50% 所以其實他的傷害量 比起大部分的打體怕角色 比起來還要來的痛非常的多 那如果是公會戰 據點戰或其他場合的話 其實這個角色的用處可能就會下降不少 因為這類型技能適合打PVE 最主要的就是因為PVE的BOSS關卡 通常體力都高的一個離譜 但是一般情況下你的對手體力不會高到哪裡去 所以未必能夠造成真的很有效的一個傷害量 最後是他的隊長技能 公會戰33%防禦隊長 其實就一個輸出型角色來講 33%的防禦隊長算是有一點點的可惜啦 畢竟這個角色他的集體 其實我自己個人認為是不太適合在坦隊的 可是這個隊長技能剛好是坦隊的隊長技能 只能說我今天搭配的隊伍剛好沒有隊長技的時候 這可以作為一個替代方案的隊長技喔 符文的部分因為我要把他拿來打地下層 所以只要他進入地下層之後 包含隊長技能 包含屬性優劣是什麼的 他只要能夠達到百爆就足夠了 那這邊待會我的使用會搭配33%的暴率隊長 所以其實最好的話 這個暴率再多個5% 67%會剛剛好達到百爆 不過這套符文是直接拔別人的 所以待會我會把他跟這套符文的主人一起去做比較 看他們的傷害量到底差距多大 那因為要速刷地下層 所以絕對是走一個高攻擊高爆傷 拼給直接去秒掉BOSS的一個傷害量 那此外如果今天要用在公會戰或者是據點戰的話 我可能會把他當成像是之前的暗刺客的一個玩法 走速刷隊伍 不過如果今天要用在公會戰跟據點戰的話呢 他的暴率就要更穩定一點點 其實這邊98%都是不合格的 最好是直接打到100% 然後待會我可能會搭配水無女跟瘋人魚去做一個一波流的進攻 那魔化的部分可能就會以他的3技能增傷以及 如果要打公會戰據點戰可以再考慮2技能的一個命中率 總之他的重點就是把他的3技能拼到越痛越好就是了 不過公會戰據點戰因為有傷害溢出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今天發生這個傷害太高的話 可以稍微適時的調低3技能的輸出去補足其他的一個能力喔 好啦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他的實戰應用囉 那首先的話呢第一種陣容我可能就會打像這樣子 光南瓜然後速度隊伍的一個陣型 那這邊開場直接做到破防之後呢 利用水無女的2技能去做一個拉條 不過這裡必須說啦如果對面今天沒有抑制的話 那你的速度最好配得再更完整一點點 否則的話就有可能中間被水狼給插隊或被這個暗系體給插隊 那這時候我們的暗改造人可能就沒辦法做到你想要他做的事情了 那這個3技能因為他踢體力越高的人會越痛 那這種技能的話呢其實蠻適合去打這隻角色可能會撐體又可能會撐傷害 因為這時候如果他今天是撐體的 那這個3技能的打體拍的效益就會出來 那如果他今天撐傷害的 那本身的傷害係數加上debuff的增傷應該也可以直接做到一個秒殺喔 我們就來看打出來的傷害量 蹦 31000 31000 還算可以的數字 這個傷害量 剛剛這樣切下去已經發現他是走一個傷害型的 不是一個坦型的 所以傷害量雖然不夠高 但是足夠秒掉光南瓜了 所以剛才那隻光南瓜打起來應該會蠻痛的啦 所以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去收一些 你不是很確定你要跟他 如果你今天不確定你到底要跟他猜拳 而且你要跟他猜他是攻擊型還是坦型的時候可以用這樣的一個玩法 並且2技能還可以稍微的去做到一個空調喔 那我們這邊再來比較一下 如果打在水狼人這種偏坦型的魔靈身上的話 他的傷害量會多少 好我們這邊來看看喔 咻 1080反寶鳳 蹦 欸有沒有 他的體力比較高一點點 這個傷害量就直接兩隻 這個跟光南瓜比起來就直接差了1萬多 所以如果今天這隻光南瓜是撐坦型的話 那4萬多的傷害應該也是足夠去做到一個秒殺的 所以這是我覺得暗改造人 可能硬要說比起暗刺客來講更好的地方 就是如果對面今天很坦的話 那他傷害量也會隨之提高 可是如果今天是暗刺客 就有可能對方因為很坦而不小心沒收掉頭 因為畢竟這兩個角色都需要去撐到一個一定的速度 再來的話我們就要比較一下 風翼變跟我們的暗改造人3技能傷害 那我風翼變是蠻記得的 我們來看他這個3技能 猛烈的疾風這個是屍體趴 平常在打巨人使用的風翼變的3技能傷害量 打下去砰17萬 17萬的一個傷害量 那我們待會就來跟這個暗改造人的3技能做一個比較 好啦那我們這邊就到了王關了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暗改造人的3技能 1080迴旋踢 踢下去的傷害量會長什麼樣子喔 好啦我們踢下去砰 有沒有各位 19萬2直接多了2萬 剛剛風翼變打下去 還差一點點秒殺 這邊暗改造人直接秒殺 而且重點喔 我的暗改造人3技能 一個技能都還沒有吃 所以如果今天要吃滿的話 他的傷害量我自己估計應該會達到22-23萬左右 是絕對足以秒殺巨人的 他會讓我們的最後收頭打手的符文要求再更低一些 不過我這裡還沒有測試30連刷的一個穩定度數據啦 主要是因為我的3技能還沒有吃滿 所以如果他在第二小關用了3技能的話 在王關就不能使用3技能 但如果吃滿的話 那就算在第二小關用3技能 在這個王關也還是可以使用3技能 就不會有CD上的問題了 但我自己有打到王關 然後每次確定他有3技能可以使用的情況下 去按下那個Auto 看AI會怎麼判定他的使用 我自己感覺起來 無論王的血高還是血低 他都大概只有50%的機會會使用3技能 所以這可能是他比較不穩定的一個地方 所以即便他的傷害量絕對足以取代風翼變 他沒有辦法取代風翼變的 就是他的一個穩定程度 風翼變因為被動技能多了一個擋死 所以即便全員滅了之後 他還是能夠起來然後去用他的三招 來去對王做最後的收頭 可是暗改造了沒有辦法 暗改造了就是 他只要3技能踢出去一定可以收頭 但他要能夠踢出3技能 原則上如果今天再稍微給他 坦一點點然後練到滿等的話 他應該可以出手到兩次 只要他能在兩個回合內 出到3技能 應該都可以直接收掉王才對 但畢竟 Comptors AI你懂的嗎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圖鑑系列 分享這個暗改造人給大家 我其實對於每次改造人 都有一些些想法 一些想要用的方式 那這個角色 我當我看到他的3技能的時候 體趴上線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巨人 或者是龍 果不其然他踢出來的傷害量 沒有讓我失望 可是他的系統AI 也確實沒讓我失望的 一如既往會讓我失望 所以如果今天想要用這個角色 去打地下城的話 可能要稍微撐坦一點點 或甚至用到暴走符文 因為他本身3技能的一個增傷效果 其實符文的暴傷跟攻擊水平 是可以比起風衣變再來的低一些些 裝暴走多了一些能夠獲得回合的機會 就多了一些他會使用3技能 AI可以犯錯的機會 以及再稍微撐的坦一點點 即便今天真的沒有用3技能 至少能夠扛過王的一招 那他在第二輪又有一點點的機會可以去出手 這樣可能是可以降低他容錯率的一個方式 並且他也能夠在現階段我們的異變者 只能練一隻的情況下 去解放我們的風衣變 那就可以去打造一隻 速刷魔礦地下城的火異變了 所以這個角色可能之後還是要看 系統AI會不會去做到一個優化 或者是他3技能沒有什麼 使用上的一個條件限制 但是我目前看起來啦 無論誰高誰低 他好像真的沒什麼特別的判定限制 不像是水皮先手必用3技能 不像是火環 只要目標體力好像40%以下 他就必定會使用2技能等等的一些設置喔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圖鑑系列囉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大家掰掰